大家好,周四回站267情报来了 故事开始是姨谷和五条 在进行身体互换训练时讨论 姨谷请求五条给他最后一根束挪的手指 以便让李香吃掉他并复制束挪的束事 但五条拒绝了姨谷的请求 实际上,五条只是正在姨谷的身体里 五条说,虽然最后一根束挪的手指 可以满足姨谷的复制束事要求 但这仍然不足以分析不抹易足足的信息 姨谷同意这个说法 因为即使是皱炎 他也仍然需要狗简的指导来学会如何使用它 五条说,我不难为失去与束挪的联系 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姨谷表示不明白 五条接着说,这是一场毒波 如果我像称那样说的话,这是热 姨谷说,复制束事的条件 是让李香吞噬目标身体的一部分 需要吞噬的数量和身体部位 取决于他要复制的目标 以尽他使用该束事的次数 姨谷说,可以这么想 如果我要复制一个强大的束事 我虽然摄取周束事的身体中 对他们来说相当致命的部分 但即使是致命的身体部位 我也可以透过使用束缚来限制使用次数 从而满足束事的需求 姨谷继续说 如果目标使用翻转束事 再生能被李香吃掉的身体部位 从大师起 李香所吃的身体部位将变得无用 而大家无法满足复制束事的需求 姨谷补充说 他之所以使用了狗简和来气滑的手臂 因为他们已经确定无法使用翻转束事 和现代科学治愈手臂 另外,姨谷还取了查尔斯的肋骨 来复制他的束事 曾向查尔斯保证 他之后会被治愈的 明明问姨谷是否从东堂那里得知 虎张和束缚的共鸣 姨谷说他知道这件事 所以他们打算在与束缚交战前 执行这个计划 他们也只会告诉虎张最基本的资讯 姨谷对虎张说 其实你现在还不能使用它 你的身体已经被刻上了束缚的束事 这一点毫无疑问 因为五条老师已经用他的六眼确认过了 回到现在 束缚注意到虎张 除了他自己私下来转移到 会身上的那根手指外 还缺少了一根手指 然后他意识到姨谷骗了他 他明白姨谷 使用了虎张的手指来复制他的束事 安哥基和乐园斯加深 出现在束缚 却会跟手指被风云的地方 乐园斯问道 束缚的手指作为一个特殊等级的咒物 能够抵挡任何物理或咒素处理 是否能被那个束事传透 安哥基说 通过束缚 去除摧毁咒物的目的 专注于束事效果的应用 可能他能做到这一点 但安哥基担心的是 他醒来的时间还很短 交换到丁琪说 快了吧男孩们 丁琪眼强微回来了 丁琪对苏诺的最会跟手指 使用了共鸣 苏诺被丁琪的共鸣击中 前身抽搐 苏诺意识到 这是丁琪的束事 开始惊慌失措 这是那个女人的 这不好 我的束事 我无法开启领域 照这个速度 孩子们的效果肯定会 虎诺流下眼泪 意识到丁琪仍然活着 我们看到丁琪对虎诺说 怎么样 你这个笨蛋 虎诺没给苏诺任何恢复的时间 理解 用他的灵魂解攻击了他 虎诺用膝盖 击中苏诺的脸部 然后 重重地打了他一拳 这让苏诺呕吐了出来 但苏诺还没放弃 他回击的虎诺 苏诺说 你真的以为 你能用你的临时领域把我剥离吗 苏诺认为虎诺 已经超越了他的极限一段时间 因为 他甚至没有用反转速式来治愈上市 而且由于领域消耗大量周率 虎诺的情况已经完了 苏诺感到困惑 因为虎诺用他的特殊时间差 二次冲击拳击中了他 虎诺认为的锁定目标说 让我们终结 这个不断循环的诅咒吧 苏诺 虎诺又黑散击中了苏诺 此刻 苏诺的表情 好像整个味都要吐出来了 目前是267话的内容 定期的出现 却只让苏诺吃了一个大招 苏诺因为定期的速适 而无法使用速适了 接下来体速战 对虎诺来说非常有利 因为虎诺可以不断连发黑山的 漫长的战斗即将结束了 等完正版出来了 我再做个详细的解说 那么下个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